回来现在要看到这群人真的非常有爱心 家福中心的孩子们以及网友自愿当志工 要在寒冬送暖 制作了上百份的章鱼烧要送给韩式街友们 而最特别的是这些志工化身成小智皮卡丘等等的宝可梦角色 让这岁末送暖的社福活动增添了不少趣味 热腾腾的章鱼烧出炉 宝可梦训练家小智还有小火龙帮忙撒上柴鱼片和海苔 他们其实是家福中心的孩子 主动担任志工制作章鱼烧 并且要在寒风当中把爱心餐盒给送到街友们手中 路上会有一些街友嘛 我们就有时候路过 看到他们需要帮助 就是自己手上又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他们 那刚好生的时候有一些东西可以干货给他们 餐盒化生成宝贝球 社福活动结合时下最夯的宝可梦 加入创意元素后网友们马上动员起来 号召到一群志工伙伴 不到一个星期 500份的餐盒马上被各企业单位给认购完毕 不太希望参与的志工的朋友们 觉得说做志工做爱心这个动作是非常沉重的 而且它是一个有趣的 所以就问了他们说愿不愿意 就是说把自己打败成像宝可梦的精灵 或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也很感谢志工们在网络上的讨论过程中 就OK啊 我可以参加 我想要办小智 我想要办皮卡丘 小火龙等等 角色扮演还能分享爱心 吸引不少年轻网友响应 也让宋男活动变得更加有趣 而一颗颗圆滚滚的张日烧 希望能够在农历年前 带给弱势接友们一些圆满幸福 八大新闻持权林张凯一台北报道 知名律师谢震武推出新节目 而这一项